假设说我今天读书读到三更半夜 那时候百货公司可能已经关了 大卖场离我很远 但是呢方便的好邻居可能就在我家隔壁 所以呢我K书K到很晚 我肚子饿了发现家里没有泡面 我可能就不到我家巷口 去补充相关的一些货源 所以呢它相对于百货公司也好 相对于量饭店也好 都有它的相对的一个优势 那所以这是我界定的一个优的一个概念 那百优解的解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呢 我觉得它一定程度解决了消费者的相关的一些需求 因为我们很清楚可以发现就是说 便利商店它会不断的去test消费者的需求 它有最精密的消费者的行销资料库 所以我们说近几年为什么便利商店 它能够蓬勃发展 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关键因素 就是呢它作为消费者最佳的一个观测站 也就是消费者观测站 很多的超商都会有便利的消费者相关一些资料库 这对于我们在操作行销 比如说我们用一种direct mail 直销行销的一些方式 我会把各种不同的消费族群 做一定程度的设定 今天呢我可以针对那些目标消费族群 去给你不同的相关产品的一些消费 那同样来讲的话 这些便利商店 它也能够帮我们的消费者 解决一定程度的一种问题 比如说今天我要交什么水费电费 瓦斯费甚至学费等等 我似乎都能够寻求便利商店帮我去解决问题 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谈到产品或是谈到广告来讲的话 它通常如果有能够解决民众 或是解决消费者 它的一些困惑或是疑难杂症的话 我觉得它在这整个市场上面 就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利基 所以我认为一讲到便利商店 我会想到百优解这三个字 那如果用我们现今 整合行销的一些操作方式来讲的话 不管是广告或是公关活动 或者是一些事件行销的一些创意活动 比如说公益团体 常常就跟便利商店 结合起来办相关的一些公益活动 那公益活动的一个结合 对便利商店 它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形象 它也有它的一个独特加分的一种效果 那就如刚刚几位所讲的 就整个促销活动的一些概念 也都在便利商店 你可以清楚的发现到 所以我们如果就今天 整合传播行销的一个面向来看 从广告 从公关 从事件行销创意的活动 从直销行销 或是从促销活动 今天便利商店 在这整个行销市场上面来说的话 我认为它基本上是 对这整个行销市场的一个掌握 或者是对这整个行销策略的一个拟定 到贯彻 我觉得可能是所有企业里面 值得学习的一个对象 所以既然我就要请教你 根据刚刚三个来宾都讲说 其实不管是从行销经营 甚至前景 大家都觉得这个未来发展还是蛮乐观 所以大家一定很多人想问 现在真的失业率还是蛮高的 然后景气状况又不好 到底我是不适合来去加盟便利商店 不管在台湾 甚至有人野心更大 我跑去中国大陆加盟可不可以 我们来看一看 现在目前呢 便利超商呢 大概是个整个加盟金 其实好像不管哪一家都是30万 我们大概猜了一下 不管7-11全家OK 都是30万 可是呢有些是要保证金 保证金的部分你当然可以60万现金给他 但是你也可以用抵押的方式 你用不动产或其他 所以你原本的设备去抵押要60万 当然起满了之后他这个保证金就还你 设备费用就依照你要加哪一家的这个便利商店有不同 包括说从90万到150万 150万当然是最贵 就是大家最熟悉的那一家 这个是最贵的 这个是设备费用 那加盟契约大概是5-10年 那你自己要去找到一个25平到30平的这个店面 说实在在台北市比较难 可是在其他地方还算蛮简单的 然后呢一天的营业额 以前比较好 现在因为大概接近饱和 所以越来越少了 不过这个还是因为地点而有差异 成本回收 以前大概两年就可以回收 来你这个整个投入 不管是你30万再加60万再加150万 这个200多万呢 大概两年可以回收 但是现在比较不容易 可是我请教一下旭然 一定很多人问你们说 到底现在合不合适去加盟 你们的看法 其实应该从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就是加盟有什么样的好处 一般来说像超商 它是一个加盟体系最完整的一个行业 我们讲加盟体系完整 包括第一名就是超商 第二名的就像早餐店 那其实大家很了解这两个行业 因为它就是民生消费产业嘛 所以很了解他们的一个操作方式 那超商呢 它毕竟是因为就是说 它有一个四大的超商体系 在背后的去支持 那你包括教育训练啦 上下游的厂商啦 它都可以稳定的去提供你 所以呢你只要 藉由它的know how 跟它的行销 他们都帮你准备好了 你只要负责人到那边去经营 然后当然你去看怎么样去把你这家店的一些东西 去把它做行销跟规划 其实我觉得真的现在经营不容易 像光我们家楼下那个 有两家在PK 我就常常看到超商的店员出来叫卖拿大声工 我从来没有看过 我们家财市长也有 现在就已经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规划了 表示说呢 确实在这个市场饱和的情况之下 你不是已经等人家进门就好 你还要多走出去 去看敦青木林之外 你还要多主动去行销跟宣传 所以呢第一 它是一个相当成熟的产业 那包括相对的有一些利润 它是可以稳定的去累积跟成长的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 它也是回收比较慢的 就是我们现在包括它的商圈 比较密集啦 所以呢可能在走两步 就有一家选择的时候呢 那你不一定会去做什么样的选择 第二呢 因为它是做民生消费产业的 所以呢在像我们前一阵子不景气的时候 它比较不会被影响 因为它其实它贩售的这些金额产品 金额都比较小一点 大家花的时候比较没感觉 比较不会去省到那个小钱 那所以呢是这样的情况呢 比较不受大环境的一些影响 包括像外界的 之前比如说肉品的一些问题啦 或者是毒奶事件啊 它在这一波呢 受的影响会相对的小 这也会协助这个超商产业的 不管是你加盟啦 或者是相关的投资啊 受大环境影响比较小 那再来它的产品很多元化 所以呢它可能这一块呢 赚不多没关系 它有其他的包括你看我们很多 不管是Seven啊或全家 它们慢慢出现了像iBone啊 或者是Family Port 这样子的一个 现在开始做那个县烤面包 对对对 它们就拓展它们很多的产品 所以让它们可以生财的 产品线呢是有增加的 那我想在总公司的辅导之下呢 这些加盟商他们等于就是在辅导之下 慢慢的去成长 所以对他们来讲啦 对于一些不是对市场这么熟悉的 或者是他只要愿意苦干实干的这些 加盟主来讲 可以是慢慢被辅导起来的 可是燕丽我要请教你 刚刚旭然讲的 还有你们讲的 好像这个前景都很好 我怕担心大家 今天看的节目都能都是这样 可是我跟你讲 我们家门口就倒了两家 就我以前很难想象便利商店会倒 可是今年就倒了两家 事实上曾经有一份数据 那个数据我很抱歉 我记不太完整 那个数据是说 其实去年2008年便利超商 这个倒闭的加速 也是便利商店成立以来 倒闭加速最多的一年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说确实这个产业看起来 好像还有前景 但是因为就像刚刚其他所来宾讲到的 因为加入者很多 然后竞争者重 所以确实呢 那历经这样的一个金融海啸之后 还是有一些体质比较不好的 那个便利超商会倒掉 那事实上身为这个几家 就几家便利商店的业者 那他们身为加盟主 他们也会针对一些 营运绩效比较不好的点 去做一个太弱流强的动作 就说其实每一年 便利商店他都会看这个绩效不好 他就会跟这个业者沟通说 那我们是不是要换一个据点 或者是说那我在做一些什么 辅导的动作 那甚至如果你的绩效真的很落后的话 甚至做一个收掉的动作都有的 那所以就是信通刚刚讲那个状况 就说其实我们并没有觉得说 现在加盟便利商店 你一定可以赚大钱 没有其实现在坦白说 现在再进来你的时间点 特别是在台湾这个地区 你的timing点上确实是 步伐是比较慢一点的 所以你经营起来也会比较辛苦 不过呢我觉得就是其实我看这个便利商店的整个发展历史 还有整个的营运模式 那再加上我自己跟几大便利商店 也有一些业务的往来 坦白说我看到这几家便利商店这么努力 我觉得我真的是看到台湾人的创意 还有拼斗的精神还有任性 你怎么说我随便举几个例子 刚刚木华大哥有提到说 我们现在便利商店 我们不是直接去买面包买什么 那对我来说更是 我不把它当作一个日常生活消费的一个点 我是把它当作通路点 那因为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要买什么日常生活 要买米啊酱油 我一定是要到卖场去买嘛 可是便利商店对我来说非常方便哦 就是我要找国民年金 我可以去便利商店找 而且那个小姐态度非常好 她会直接跟我说 小姐你在这边找国民年金 你要多收两元的手续费你知道吗 你愿意吗 所以其实他们都尽到告知的义务 那另外呢 其实我们看这几年便利商店 他为了这个吸引更多人来 我们可以看他有一些那个行销方案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我觉得身为媒体人 真的是非常佩服他们 包括那个什么Hello Kitty的 那个那个什么贴纸啊 我很多同事还有磁铁 对我很多同事 他为了他们小朋友 要那个磁铁要那个贴纸 他会买买那个金额 也不是他会买买那个金额